第四集 幸福的安妮 安妮是个非常幸福的小女孩 她有非常爱她的爸爸妈妈 而且她的家境非常富裕 所以安妮的日子过得像公主般的舒服 可是好景不长 打仗了 安妮一家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很不幸的是 安妮的爸爸妈妈在战乱中也去世了 从此 安妮成了一个孤儿 丰厚的生活再也没有人给她了 安妮很伤心 安妮的父母生前是一个大好人 对有困难的人都会给予帮助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她对自己的邻居丽娜和桑米斯也是非常的关心照顾 因为他们都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安妮和维娜 丽娜的女儿 是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 和丽娜家更要好 和桑米斯家就很平常 桑米斯家有一个淘气的男孩 和一位年迈的老人 一个退休了的枪炮手便没有了一切 丽娜家有两亩地 但被敌人砸烂了 丈夫是一个伐木手 却因为伐木而双手多次骨折 无法再伐木了 安妮的父母死后 安妮被丽娜接走了 桑米斯无法供养安妮 丽娜也想从安妮手中得到一些钱 她不相信安妮的父母一分钱都没给安妮留 安妮来丽娜家后就享受贵宾待遇 可维娜却看不惯 因为安妮已经不是富翁的女儿了 所以不再和安妮玩了 还嫌安妮的习惯多 就挑拨她和母亲的关系 以后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安妮成了一个仆人 洗碗洗衣服煮饭 为他们一家挣钱 为他们的生计而发愁 安妮在15岁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人 米米 她常为她讲故事 有一个仙子 他很漂亮 可他帮不到人 就和一个叫杰克的一起去环游世界 有一个人 她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可姑娘却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贵族人 时间久了 她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 就叫米米陪她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米米答应了安妮 说安妮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个仙子 我答应你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看 这个魔镜 她无所不知 你问她什么 她都能回答 来 我送给你 祝你幸福 一眨眼 手里有一袋袋金币 和那个魔镜 安妮立刻跑回房间 疯了似的抓起衣服 叠好 收好东西 好走了 李娜回来了 啊 安妮你啊 要干嘛 疯了吗 啊 魔镜魔镜告诉我该怎么办 跳到里面来 安妮照做了 她见到了一个人 维兰德 桑米斯的儿子 一位伯爵 很快 他们相爱了 结了婚 她也成了伯爵夫人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却做了 一位伯爵